第57届电视金钟奖 戏剧类主题歌曲奖项 因为先前得奖的作品 被认定为非原创 撤奖之后 是改由《俗女养成纪二》的插曲 《鹅阿米算货奖》 而昨天是举办了颁奖 创作人望福乐团主唱姚晓明 以及演唱人林怡歡喜受獎 姚晓明表示写这首歌时 是疫情三级警戒 过程格外珍贵 也觉得《鹅阿米算货》这食物不可或缺 《鹅阿米算货》就是生命中的一个 可能你想吃就可以吃得到 但有一天全世界的《鹅阿米算货》 都不见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事情很大条 真的 我一位歌手 我拿到三金第一个竟然是金钟奖 真的非常谢谢金钟奖的评审 由于这个奖项 之前颁给《良辰及时》的主题曲 《I promise》 却被发现非原创 获奖人许常德遭到撤奖 才改由《淑女养成饥饿》的插曲 《鹅阿米算货奖》 而由姚晓明领军的望福乐团 曾经二十四年以来 多次入围金曲奖 从未获奖 今年姚晓明以作词作曲人身份 先拿下金银奖 又拿下金钟奖 他直言是一大鼓励 可能再过一阵子 这个奖其实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 他可以让影视跟音乐 以后一定会有 因为这个奖 有更多新的合作方式出现 姚晓明表示 自己也当过评审 知道得奖是要奖运气的 能入围都很困难 林怡泽表示 这首歌很贴近人心 在录音时都好饿 会想要拿奖金来吃好吃的 未来也会持续唱好听的歌 记得陈嘉欣谢震宁 台北报道